好,那我先为大家工商一下这个东西 我看到在座还有几位都是做conference的同好 那这边其实也欢迎大家去在我们的Facebook跟YouTube上面搜索Hong Kong Open Source 或OSHK这样的关键字 然后就会找到我们香港开源年会跟开源香港的相对应的资讯 那接下来这个section呢就有我们今年2020的香港开源年会的主招Kelvin 来分享一下今年在回顾今年做香港开源年会上面的一些经历 那可能之前也有些朋友看到一些很惊慌的消息 究竟内幕的真相是怎样呢 那接下来时间我就交给Kelvin去回顾今年的香港开源年会 好,Kelvin 好,好,好,不好意思 啊,所以,呃,先再解笑一下了 啊,好,现在,啊,等一下,我我 卷一下 好,啊,我今天会讲一些香港开源年会会 就是怎么样了 啊,如果要介绍一下我是今年的宗教 還有是香港開運香港的副主席 還有是其他技術顧問的移動開發者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問自己 覺得是香港開運聯會好感會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是失敗的 這個情況是 和我剛剛想像的形式已經很不同 但是我覺得蠻符合我們的主題的 所以今天說的不是回顧香港開運聯會2020的事情 是開運聯會失敗的研究科 所以我覺得是唯一行公正 就是最後HKOS Call沒有改期 都是兩天辦完整個活動 雖然做錯很多事情 很多人都要說對不起 比如說是所有參加結婚過來 很多麻煩的事情要馬上才知道 等一下我會再告訴為什麼會這樣 一些實踐的情緒上的東西 其實大家會不會知道這個logo是什麼樣 這個是英國在二間的時候 一個順全的口庫 好好好 Keep climbing and carry on 就是補充冷靜 記住前進的一個意思 所以我們今年的主題也是這樣 因為香港比較複雜的一年 很多早半年有社會運動 之後有武漢肺炎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在那個活動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完成硬幕就好了 因為社會運動之後 美國人都有一定的成長 還有是有些人有情緒的困擾 之後還有是那個肺炎的東西 所以我想在我們的教室去幫助活動 讓大家慢慢重新投入社會的工作 之後呢 先比較一下那個scale的東西 就是2019年我們有20個exco委員 我們今年有17個 之後目標我們基本上都會覺得是 有一定的網上的人數去準備 還有是球幣的時間大概有六個月 就是12月之後我知道 我的前的總教 他不想今年再當總教了 之後我接了盤之後我就 都去找人 去記住找一些委員去幫我一把 之後網上服務有 有之前下一年我們有做一個website 還有是wikipedia website是2019年的普通的那個 有timetable的那個網頁 2020年就比較多 就是一個叫info.hkos.org 就是普通的資訊都沒有時間 不是2020年的東西 我們就放在這個info.hkos.org 之後有一個2020的網頁 就是放那個講題的東西 最後因為我們要幫webwim 所以最後我們有一個叫lobby.hkos.org 它是當天有什麼live直播的東西 還有是所有的工具 網上圖論的工具都會在lobby website裡面 下一年的講題有大概40個 今年大概有30個 還有以前是下一年是一條 但是今年只有兩條 因為webinar的問題 很多自受的問題 還有是我們覺得是 這個比較實驗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已經比較保守 用兩條就算了 還有是自供方面 大概23個今年 但是我們的問題 就是等一下要講出來 就是那個限制令 我們不能太多人在一起 也會面對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今年有籌位有17個 但是我們有大概11個東西要做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厲害 就是讓每一個籌位都會身兼幾個分工的東西 以前就是選題啊 展題研究啊 就是我們不知道這個open source project 我們要看這個東西是什麼樣子 可能是評分 還有是找掌姐啊 Keynote掌姐啊 還有找評審去找哪一個講題比較好 我們之前會和掌姐聯絡 還有一些虧誼紀錄啊 流行切記啊 事前的準備工作啊 很多administration的東西都要同事去做 所以發很多電郵寫很多字 公關就是我們會想找一些媒體去聯絡 就是宣傳一下這個東西 但是在這個會議會發出另外一個作用就是 一句管理的東西就是 當我們的事情要度謝啊 還有是要說什麼東西比較好啊 公關就要做很多事情去幫我們去做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不想多視太多不同的人 宣傳的時候還有marketing就是宣傳 宣傳就是提供宣傳啊 還有是公告文解的東西啊 切記切記就是宣傳物啊 還有是場景佈置啊 還有是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東西要處理 就是我們有那個資產物 COTIS的這個公仔 所以很多切記要和那邊 那邊顧問切記公司去討論啊 還有是如果我們要做香餅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什麼素材啊 什麼東西要想啊 就是比如說是要做一個東西也要想 我們要做怎麼炸錢啊 怎麼炸錢可以做什麼 比如說如果想做手機科的時候 我們要想什麼東西啊 之後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項目就是圓簡開發 開發就是剛剛說三個網頁要做出來 但是我們我們的工程師很厲害啊 他一個人就在他忙的時候也將這個東西完成 啊 這樣就算就是sales的東西 就是照場地贊助啊 還有切記贊助啊 切記贊助啊 切記贊助爆的是 因為今年的那個那個營市有些不同 所以sponsor package也有改變 所以啊 所以這次都要重生切記啊 門票切記也需要啊 啊 財經就是所有我們的要給錢的都是要找找師傅去處理的啊 啊 我們也有一些啊 也有也有同事去翻譯就是啊 比如說是英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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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廣東話去轉成英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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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 場地就是我們啊 當天的現場的就是我們啊 當天的的現場有關於人類根路 簧樓 還有先生姐聯絡的都是場地的的東西啊 Edit入 Kings 就是 hating team 啊 他們會做這個畫質啊 背景哇 還有是 嗯 還有 es 我们要做Webinar的时候,我们要破线路,所以他们也在当天非常忙碌的团体,最后是我了,我就是确诧,还有人士,很多法律条文,我们切记这个会议是怎么样,还有什么配图可以给我们的志工一起去帮助他去完成整个事情, 也是我要想的东西,我之前三年我不是做这个钢匯,所以每一件事都是生的,还有是可能会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可能是做得不好 我的理解是开年会可能是做功德的,是为业界好,也是为治理的好,所以有时候 每一次哪个丑委都会问自己,我们做是这样不好,好像是很模作的感觉,所以在我的眼中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付出的,但是有些智力可能是, 你可能在这里有一个机会去发展你自己的对二产品,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你对于其他顺权的东西可能有兴趣,或者是切记的东西你有兴趣, HOS这连愿的活动可能是一个机会去尝试你想做另外一个技能的地方,因为在工作上,商业上很多时候你都会被很多原因去阻挡你的想法, 不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活动可能是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发展,有一个工作上的自由去尝试不同的钢匯,所以自己,所以要有些东西要让他们试,有些时候要承认他们做错的事情,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错, ,而是用的自己当 steerfik也会。 好啊,等等, 好啊, 最后啊, 啊, thế呢, 我觉得 nogal como ? 那很多人会想了解, 啊,2020为什么会这样, 阿,2020的, 八天之前他们主动, 就是我们办活动, 他们, 我们看到当时会慢慢去解放那个和最令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到我们的时候差不多已经会办活动 但是最后墙地的主机要我们去进湖去找他们来例外的瞬间 我们都觉得时间都不够 你们才在做这样 就是之后Day Zero是我们会在Costco昨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正常去偷窃我们的机器、铁币的东西 他们容许我们去争取的 我们也是因为是100人还是到50人的状况去办活动的 但是到了晚上我们8点钟的时候 他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说要收藏那个活动的 最后到10点钟左右 他跟他们只能告诉我们我的活动只能8人去参加 包括工作人员 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已经很惊讶 我们想是很大问题的就是有些有买门票,有些人是嘉宾 所以我们都要改参加电话 所以我们只能在那个时间用所有的人的电话去找所有参加 去打一个电话说你们不要到现场了 因为现场已经疯了 不能用了 所以最多只有蒋姐可以过来去做直播的东西 之后当天的晚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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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号 等一下啊 这个 就是当天晚上的 当天晚上的4点钟左右了 我们完成一些公关的文件啊 发了一些杜谢的声明啊 说我们真的不好意思要不能在现场去处理啊 因为有些东西是之前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 要很多的杜谢 还有之后就是啊 因为那个墙地改了那个scale之后就是人小了 他们需要我们再重申签发那个文件 不远就不能开始啊 不按不按人员跟不按就是啊 我不知道呃台湾是说什么就是Security的会呃 呃命令所有的工程营业要停工他们 他们他们在把8点钟应正确开始set那个lifestream的东西的啊 他们需要我们签完文件才能完成啊 所以在经过我们商议之后啊 会议最后在10点钟开始啊 最后就是那最后就是因为我们都体力啊很多东西 就是已经已经没有已经用光了 所以所有的崩溃我有一些有一个talk也也也也在呃 也在呃这个情况下我根本都不能准备那个讲题 呃所以所以最后就呃 呃慢了开启所以很多时间都呃 呃那个时间表就就落后了很多啊 呃这来开始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我说完开始的那个讲题 我觉得我可以已经可以消失了 消失了因为 因为因为因为其实我的应目已经完成 呃 其实就是为什么当天晚上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 人家QA有点要问再再再问我这个东西啊 呃呃 我再总归一下我有些难题在这个 这个突然的的的的变化里面 呃 这个突然变化不是呃 呃在我当初的时候时候呃 除了那个那个当当时的现场的的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是呃我在经过六个月的的的的 那个组织的时间呃 呃面对的问题 我我觉得我会分享一下 因为因为我觉得是呃 办活动的人都可能会知道这个事情 都会面对这个事情呃 呃 难题一就是我们会有telegram 也是时候有slack 呃 想想会有人不看slack的顺势呃 呃 这个很清想的都是就是呃 telegram你你用电话可以开 但是有时候slack不是每个人都会开这个 呃 那个app的 所以我每次都要告诉他们开notification 装app发生事实时候要tag人 tag其他人呃 不然他会不会看见呃 呃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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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我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去讲这个事情 呃 有点有点 费心 还有是呃 呃 由于我们团队的呃 呃 背景不同啊 呃 呃 大家的处理方式的方法也不同 呃 呃 所以有一些难题的就是呃 比如说是他他做的他工作平常是呃呃呃 有人安排所有事情他他就是呃 要做定下来的东西就行了 但是在这个现在的环境有点难度就是 东西想想改呃 和那个远景差不多呃 所以我们会没呃 啊我会用一种文解agile的方法去去呃 让他们知道呃呃呃呃呃 可能会这个方法会不会适合一点 所以我们每周都会要定式开馈 比如说是星期二每个星期二的时候九点钟晚上就会 他又会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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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也可以分开来做 哪个事情就会做得比较 有人督促一下 但是 agile的问题就是 有些早期的时候 有一些同事他不是开发的人员 他不知道什么是agile 什么是lean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我们的planning很短 有些时候就很像是看不到很远的东西 所以那个big picture 那个big picture其实需要用做一个工作去做 我们最后也要做 但是在那个培训 在那个我们使用agile的方法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些同事不觉得是怪怪的 觉得是你们论论的东西 但是 但是其实这个比较就是培训不做了 我想是在下一年的时候 可能有什么其他人 我们可以和那个agile的community去找他们帮忙 一些可以吗 这个东西 还有是要找 one-on-one的session 我们要找每一个队友去谈一下他们工作的模式的难处 去了解 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但是要合起来做一件事情 其实要很多去了解大家的能力 但是第二就是难题 第三就是难题 就是赞助营丝改变 就是如果我们帮marine 就会没有摆摊 没有摆摊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改 比如说是有discount 有些在给他们多一个活动增加 他们的exposure 因为有时候有些公司是外国的公司 他们对于防疫管理的时候 可能去香港或台湾的 的出作有点不同步 可能它是比较保守的情况 所以你也要提供一个webinar的 那个活动的影视给他们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比如说是在纲位选择的时候 老纲会有经验的人 还是每一个留在 每一个人都有经验的人 都留在老纲位 还是老纲位的人去一个升纲会 之后将各个当会 去叫其他的新的同事去做 其实我 这两个东西也有问题 老纲会有经验 但是如果他老是坐在一个位置 当某一天离开 另外一个人接受的时候 他有难度 就是我在面对组织 这个当会的时候 也要做一些很多study 去找之前的文件 电邮去找些东西 才能知道 之前有些文件 我不知道他在做 因为当你不在哪个工会 你会不看哪些电邮的 所以很多电邮都要看一片 还有是如果大家都在升纲会的时候 根本就不清楚 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分工给另外一个接手的人 就是我知道这个部分不是我做 就是其他部门住 但是你在升纲会 你不知道住的哪个部分 已经我要停了 要给其他人了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但是今年的前场景的问题 已经变动很大 所以我们今年要减少新人去找多些老绳子 回来帮忙一下 难题五就是我们要对现场活动 还是webinar的活动切记的看法 就是我本来是想办一个现场的webinar的活动 但是因为一直以来 就是都场地的主人都很近面去处理这个问题 直到当天晚上的 早一天晚上的十点钟之前 我就说是 但是我们也要去研究一下就是 那个是活动 活动组度 webinar为库 还是webinar为组度 现在回复的处作 管理过程 就是有些内部的分 我没有能力及时去共同处理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回复那个经历的时候 你会其实会得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 在小群体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所以有些赖布斗分的时候 我们没有我没有及时去公道处理 就是在疫情之下 我小了机会 去硕理问题 而是有时候为了大家的下台盖 我没有很严厉的解架错误的事情 但是出错的时候 同事有时候领悟不到那个意思 所以没有改善 所以之后也要做多一些 就是找他一对一去复读一下 但是呢 但是当我想找人复读的时候 其实其实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没有 我没有办法去去去复读这个事情 还有是最后10个 对webinar出作的10个建议 就是webinar的出作就是实际 所有的网上观众都是 实际就是唯一可以依赖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准时开启准时接触 留一个公告的地方 方便网上公告 以防时间变动 webinar主导的话 可以先口录音播放 再要讲解QA上文字回答 确保每一个完结准时开启准时完成 如果现在活动为主 Live还是将它决定为比较低的priority 就是不理他们什么什么播放 不准时播放可有可母的状态也可以 我就是因为你有露营的时候 你可以之后再播放出来 一定要处理现场的人 因为场地的网络 验检人才都很难配合 网上网络直播的 明明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和工程人员去了解 他们处理能力 就是他们capacity能做多少 就是他团队可能只能做两个check 就是两个check 你不要再去逼他去做更多的事情 还有是每一阶间去最小也要15分钟 因为震灵要有一个不法去处理技术的问题 直播就是震灵将几个讲解 所以在同一个online meeting里面展示 切换失败的机会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就是四个掌握都是同一个meeting里面 如果有彩排 一定要彩排 还有是 是麦克风啊 声音啊 完整的光线啊 这东西 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抽奖活动 网上webinar的抽奖活动 比较多一些特定的条件 所以你要花很多信息去战性的游戏规则 比如说是精明参加节有没有收看啊 是不是当地剧闻啊 如果没有送啊 咱们更加有如果你要目楼的问题 就是你要送离本出去啊 有些成本你要东西啊 如果你就自动活动 别是月楼后币的技术 就是你要一些OBS的系统 CAMERA 你一拿出来 就可能replace另外一个机器 webinar对扩动的需求有条件 你需要留意他们的技能 要问他们懂不懂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是上网 你不懂不懂上网啊 要找一个 有一些志工去看HeadMD 还有Chatroom的东西 啊去了解CAMERA 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是如果是文文警的讲题 在网上敢播放就好了 不要在场地下处理的 那就好一些 最后就是在疫情之下啊 金虎的行动都难以诸摸清 大家不要进去太天啊 正安不要依靠贷 所以我已经讲完了 所以下面有一些特别的名字朋友 还有是QA啊 上了我们要摊会有COVID帖子 我已经运了过来 你们可以下去拿一些回家 所以是这样啊 有没有问题啊 哈喽 好现场的朋友有问题吗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感谢Kelvin的分享 然后这会是下一个环节 是OpenDesign这边的 对那就把场地我就交给OpenDesign的负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